大家好,我是阿灿 猪肝很多人都喜欢吃 可是很多人就是做不好 炒出来的猪肝又腥又老又财 其实那是你的做法不对 炒出来的猪肝肯定不好吃 今天我就把正确的做法和步骤分享给大家 做出来的猪肝鲜嫩不财 香辣好吃又下饭 而且还没有一点腥味 首先我们在挑选猪肝的时候 一定是要新鲜的 新鲜的猪肝吃起来味道更鲜 而且腥味也没那么重 先把猪肝改刀切成薄薄的片子 如果觉得这样不好切的话 可以放冰箱里面 急冻半个小时后再切 全部切好再放入大碗中 往猪肝里面放入一勺食盐 一大勺的面粉 再放入适量的料酒 然后再用手不停地给它抓拌2-3分钟 加入面粉可以充分地吸附掉猪肝里面的血水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颜色都变红了 然后再往碗里面加入清水 继续用手给它抓拌1分钟 把吸附在猪肝上面的面粉和血水全部清洗掉 这个过程要给它多清洗几遍 一直给它清洗到水清澈为止 这样的话猪肝里面的血水基本上已经出来了 腥味基本也就没有了 把清洗好的猪肝放在漏勺里面 接着再用厨房纸巾 把里面的水分给它吸干一下 这样我们在腌制的时候就更容易入味 接着再往猪肝里面放入少许食用盐 半勺鸡精 少许的胡椒粉 几滴老抽上色 一勺生抽 最后再放入半勺玉米淀粉 再用手充分地抓拌均匀后腌制5分钟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点配料 几颗小米椒全部切成圈 切好再放入盘子里面备用 再准备几颗小米辣也切成圈 切好也放入盘子里面备用 一小块生姜切成薄片 几颗大蒜子也切成片 切好再一起盛入盘中备用 几根青蒜苗切成小段 切好放入碗中备用 接着我们再起锅放入一坨猪油 没有猪油用别的油也可以 油热后再把姜蒜和辣椒一起放下去炒香 把姜蒜和辣椒的香味和辣味炒出来 炒香以后再把腌制好的猪肝放进来 然后再开最大的火把猪肝给它划散 一直开大火把猪肝给它炒到7成熟左右 接着再把切好的蒜苗倒进来 继续开大火给它翻炒个十几秒钟 把蒜苗炒匀炒断生就可以出锅了 就这样一道简单又好吃的小草猪肝就做好了 把它盛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小草猪肝这样做香辣开胃非常的下饭 鲜嫩不才而且还没有一点腥味 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有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的话 就麻烦伸出您的发财手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